永和民众期盼已久的永和更新医院中医科将于20日正式开幕 院长周济群表示 过去碍于空间无法设施中医 这次特别将办公室签出成立中医科 受到民众热情鼓舞 原方特别在开幕前三天开放一诊来回馈社区民众 因为永和更新医院基于空间的关系 过去一次没有办法去实施开放中医 这一次我们排除万难把我们的办公室签走 特别在这边我们开放成立了一个中医部 这个中医科除了希望对民众有更大的帮助之外 因为我们医院本身也有非常多的中风 脑伤失能或者一些骨折的病人 我想这个在他们在复健的过程中间 如果配合中医甚至针灸 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吴医师 我相信对于这些失能的病人会有更多更大的帮助 由于有妇产科 儿科专长的吴廷轩医师未能给患者最佳的医疗品质 在17日一诊首日一大早就抵达医院为看诊进行准备 吴廷轩表示 中医能够借由体质条理改善许多疾病 结合各科别合作提供更多元的医疗选择 中医针灸治疗也能协助民众尽快恢复到更好的生活品质 我是永和更新医院中医科吴廷轩 中医在体质条理上能够借由体质条理改善多样的疾病 像是现在的长新冠或者是一些妇女疾病等等 永和更新医院是一个社区医院 我们会结合中医科会结合社区医疗 与各科别各团队互相合作 希望能够提供患者更多元的医疗选择 举例来说 即兴后整合照顾 我们就会跟附件与直治团队一起合作 像是我们借由针灸的治疗 希望能够让患者恢复更好的生活品质 永和更新医院中医科 首位患者林小姐表示 自己过去接触过不少中医师 能感受到吴医师问诊时非常的专业 也会针对患者的需求 给予最直接的建议 那个医生他很专业 他跟别家的中医师来讲 因为我看很多中医 然后那个中医师 这个中医师他就跟我讲说 我的需求是要怎么样去做才会很快好 这样子 我是觉得这个中医还是不错的 为提升药剂调治时间及正确性 永和更新医院中药局 引入智慧型中药调剂检核系统 接收到医师的处方后 药柜上便会显示灯号提醒药师调剂品项 调制时也会与磅秤进行资讯连线 降低配药时任何可能的错误 厨方带入我们的智慧中药调剂检核系统之后呢 架上的灯号会亮起 那我们拿取一个品项之后 我们会先做刷条码的动作 那系统带入说这个品项需要的数量是多少 那我们也会有电子秤做一个连线 那到时候会再检核说这个药品是否正确 那调剂的数量是否正确 都正确的话 那系统就会pass 让这个调剂可以完成 那归回去的时候 架上会再上绿灯 也可以确保要是在归回品项的时候是正确的 永和更新医院表示 中医科能顺利成立 世界豆江大王董事长李庆瑜绝功至伟 捐赠了更新医院中医科门诊的所有建设费用 造福永和地区所有民众 成为取自于社会 用自于社会的模范企业 记者苏建民 新北报导